第48體 48-54體組 將三個質量接為M的木塊以細線連接 平放在水平地面上 且使水平地面前段粗糙後段光滑無摩擦力 當時以固定的水平拉力F大F拉動時 整體在粗糙水平面上以2公尺每秒每秒的加速度前進 隨後進入光滑水平面上 整體的加速度變為3公尺每秒每秒 如下圖所示 若細線的質量忽略 且不計空氣阻力 重力加速度為9.8公尺每秒每秒 回答48-50體 48體是問 在粗糙水平面上 整體所受的摩擦力大小為F小F 則水平拉力大F 與摩擦力小F的大小比 大F比小F為下列合者 這題我們有兩個做法 第一個就是我們認真努力算 在光滑水平面上 我們施力大F有加速度是3 根據我們的公式F會等於MA 所以我們施力是大F 我們作用在3M的質量上 產生一個加速度 A呢就是所謂的3 所以又是所謂的9M 那麼在粗糙的面上面 我們施力大F要扣掉我們的摩擦力小F呢 會作用在我們的3M的質量上 產生加速度是2 所以呢就是9M 減掉F等於6M 所以F呢就等於3M 所以我們的施力大F 比上摩擦力小F就等於9M 比上3M 等於9比3 也就是3比1的意思 那麼第二個做法就是我們用想的 怎麼想呢 因為我們的公式是F等於MA 這題三個的 三個的質量就是我們的受力質量 也就是說 粗糙水平面上跟光滑水平面上 我們的受力質量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的力量就會跟加速度成正比 所以呢在我們在 我們的光滑水平面上施力大F 我們的加速度呢是3 在我們的粗糙面上呢 我們的合力是大F 減掉小F 我們的加速度是2 所以呢這個F比上大F減小F 就等於3比2 所以看看就知道說 這個F就應該是1 所以呢大F呢是3 小F呢是1 所以他們比例就是呢3比1 因此第48題問我們說 水平拉力大F 與摩擦力小F的大小比 大F比小比下列合者 我們答案呢選的是A3比1 我們答案呢選的是A3比1